WCX 瓦倫西亞戰 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 WCX 瓦倫西亞戰第二天的賽事 我是今天的主播 Top Rush 大家好 我是賽平 NICE 那我們接下來要幫大家轉播的是 第二天八強的 欸 這是十六強 十六強的下半部的對戰組合 那我們等一下第一場要帶來的是 Nipper 打 Blight 的部分 那我們請 NICE 幫我們 跟我們分析一下這兩個選手 你覺得他們兩個在戰術上的博弈 你覺得 Blight 這邊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選擇 或是 Nipper 他的打法 最近有什麼樣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的話 就是從帳面上來看 就從數據嘛 跟我們 就是我們平常在看比賽 如果你很常觀看我們 WCS 比賽的話 你大部分人肯定都會覺得 Nipper 的勝率肯定是高一點 然後呢 甚至會覺得 Blight 可能只能拿幾分 但我只能說 Blight 是一個 他敢打敢拚的一個人 所以他這個人很容易會創造一些奇蹟 看他準備的戰術準備的怎麼樣 對 因為我上次 我對他很有印象是 他上次打 有機場打人類的比賽 他前面都是烈士 烈士的開屏 然後到後面用蟲洞 然後蟲洞雷獸 然後把那個烈士拖回來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就覺得這個局面明明就應該是 人類基本上是 穩贏的盤 壓過去就贏了 對 壓過去就贏了 結果他突然來一個蟲洞雷獸 然後把人類家裡的出兵點全斷 他可能就只是出去跟一兩隻雷獸 然後斷光人類的出兵點 然後人類正面一個失誤 然後可能 Blight 就把烈士搬回來 沒錯 因為我覺得 其實 Blight 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一個蟲洞 他很擅長利用就是 戰術或者是利用 就是一些比較特別的一個思維 然後去來打他這個比賽 所以他能進長年 就是今年好像兩戰都進16強 第三戰也進了16強 那這邊 這個是昨天的嗎 昨天小毒2 昨天小毒2 對 NIP看起來 最近他就有個習慣 就是 他一輸了 他就開始抓頭 然後就一直抓一直抓 然後他就一直在這樣子抓 然後我就一直在抓 好像頭很痛 而且我 昨天 我不知道是因為 攝影角度的關係還是怎樣 我看到NIP的那個眼神 我覺得他好像有點憔悴的感覺 他黑眼圈看起來超級重的 對 應該講說就是 因為大家飛去西班牙打比賽 大家也都是走出老人都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 這還是 而且他們是從海選開始打 其實打這個海選 因為我上次去打了老實定戰 所以 我知道從海選1是打到海選3 打完 還要再出現我應該難度是非常的高 因為體力就是個問題 而且 從那個 group stage 他從第一個 第一個開始打的話 我印象中 整個這樣流程打 應該六七個小時 應該是跑不掉 對 六七個小時一定跑不掉 因為你首先 你group E就先四名選手 你要先打 最少 你小組E晉級 都要打兩個BO3 然後你晉級之後 你還要在現場 還需要等待 還需要就是 等你下一輪 等籤表 所以我覺得這是個 非常考驗體力的一個比賽 對 而且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這個歐美賽區 他們其實都是 他們要出現 都其實我覺得是非常的競爭的 尤其是歐洲 他們 他們每次的小組賽其實 出現的人都不見得 就是我們覺得一定會出現的 比如說像Sero 這一次好像就是從 海選一路打上來的 他好像不是 Sero 不是吧 Sero 肯定拿歐洲冠軍 他是歐洲的 Sero怎麼可能現在輸了 不是 我一直說 Sero 因為我這邊看到 昨天的 他感覺應該不是歐洲的種子進來 Sero 他是歐洲去第一名 是這樣嗎 Sero 他就是兩個自行 無敵的存在 好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兩位選手的進場 好那這邊我們剛剛看到 布萊斯一個非常非常開心跳躍的進場 而且這邊看到 這應該是外國觀眾的預測 布萊斯竟然有83%的勝率 這個我覺得看看就好了 不要這個 觀眾的這個投票 對不對我覺得 看看就好了 真的 參考價值我覺得並不這麼大 可是我記得布萊斯 烏克蘭的重組吧 是啊 應該是烏克蘭 那不只我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有這麼高的得票率 我也是蠻匪夷所思 因為正常來說 我覺得 就算觀眾再怎麼樣 投逆得的 應該還是會稍微多一點 結果想不到 竟然會有這種一面倒的情勢 我覺得會不會在剛剛跳上台 大家覺得 喔這個人今天是有準備的 用跳的 所以覺得他今天 他今天應該是信心十足 對信心十足 今天就來打死Nieb 而且Nieb最近的近況 非常 我覺得不是很好 他的奧斯丁戰好像就16強嘛 而且是被打一個3比0 我覺得 被MANA直接3比0 所以在以前 就算是他遇到最頂尖的韓國熊 都並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Nieb最近的狀況 加上我去韓國練習 我也看了他練了很久 我覺得 他這次瓦倫西亞 要出成績 我覺得還是 進個4強 8強 我覺得還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要進到冠亞軍 甚至多棒 我覺得還是有點困難 那現在Nieb 你現在在Nieb後面看 現在天梯分是大概多少 6500分 6600分 但我覺得 菲蘭賽區這個 分數的參考價值 我覺得並不是非常大 你只要能打到 6300分 6400分 你其實跟這些 除了就是現在 當代最強的Sero 以外 都是有競爭力的 都是個你的戰術準備 都可以有辦法取勝 那你在這樣子看 Nieb練習的時候 他最近打重組 有沒有特別喜歡 使用哪一種開局 他還是打的挺正常的 就是 我們所謂的飄教士馬 那現在 我們現在開始 那現在 來到第一張地圖 是強盛工廠 地圖 右下角是 藍色的神族 Nieb 在地圖 左上角是 紅色的蟲族 Bly 那這邊 現場可能出了一點問題 來 稍微處理一下 你不覺得 Bly這個人看起來有點帥嗎 我昨天其實 第一次 第一次真的這樣看他臉 我真的覺得他蠻 他應該是 女生會喜歡的 外國人 你不覺得他走在東區走一圈 就會有很多 很多台灣的女生 過去跟他打招呼了嗎 我是覺得他真的是蠻帥的 我覺得他這個人長得有點帥 我一開始 因為 我以前會看他 他基本上 他是不太開那個視訊的 所以我會覺得 我對他們會有個印象是 因為 長得不夠好看啊 所以見不得人 對不對 也不是這樣講 是應該說 應該說 因為看了其他幾個 烏克蘭人的 親愛的直播 都長得沒有到這麼的 沒有到這麼的 所以我講說 可能他們會不會 是同一個 差不多一個類型的 所以你這句話一直說 你覺得烏克蘭的選手 顏值都不太高啊 就是 可能也是因為他們 視訊角度的關係 視訊角度嘛 因為他們都喜歡 我也不知道什麼 他們視訊都喜歡開暗暗 是不是一個低開頭的重子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就覺得好像 是不是 他們那一掛星海的選手 可能都是差不多的風格 結果想不到 這次看到布賴西 其實他本人是長得蠻帥的 好 這邊回到比賽 這邊目前看起來 兩個都是選擇一個 很標準的一個開局 然後 布賴這邊選擇 是一個裸霜 然後這邊 尼伯這邊選擇 是一個很正常的 單兵營開礦 尼伯這邊 他的那個農民 正在就是干擾 布賴他的慘況 這個干擾採礦呢 其實 如果說 你是在 就是你干擾採礦的技術 非常好 就是你在吸那個 金礦的技術 如果你真的做得很好的話 其實是可以對 對面造成很大的威脅的 但你看像Nib 這種不小心吸起來 就是失誤了 我其實 其實自己有時候打 有時候就會很搞笑 就會發現那個神族 他想要干擾你 然後吸著吸著 怎麼就吸起來 吸著吸著就吸起來 你有時候 這時候你會判 他那個神族是有點菜 然後打完出來 你就發現真的 6500分 就覺得莫名其妙 前面 因為其實 我老實說 這個吸金礦 他是有很多細節可以做的 就是 因為你有時候 是必須要切回家做營運的 然後 你假如去仔細看這些 這些神族牽手 他們可能的第一 他們的第一視角 有時候你會看到他們切回家 其實他會可能是 shift shift到其他地方 我印象中好像會有一些 小小的細節在裡面 但是因為我本身不是玩神族 就是你平常我們在看這些選手的直播 其實這種 雖然說看起來只是簡單的細心 但是其實在每一個 切平的過程中 他都有很 很細微的東西在裡面 沒錯 然後Nibber這邊 這個 喔這個教室他選擇上來 他這選擇上來 原因是他看到只有兩條狗 其實你如果看到只有兩條狗的話 你的教室操作是好一點的 其實這教室是不會死的 而且你上去可以做到很多的真塔 而且Nibber這邊 喔他是兩教射一個前壓 喔這個 挑的有點好 兩隻 我跟你講這個最少三隻起跳了 三隻嗎 三隻起跳了 好點 多拉回去多送一隻啊 三隻 我這個數字是不是很準 而且後面Nibber這邊是直接先知 對 這個不在家裡 到現在是完全沒有防守 喔 這邊又打出一個PP 看來現場電腦有點問題 他在幹嘛 這個是發生什麼事了 他一個擺出一個莫名其妙的姿勢 他好像是 估計是他電腦有什麼問題 還是有 不知道他電腦發生什麼問題 會不會是因為剛剛 剛剛的那個電腦有點問題 然後讓他沒辦法去操作他的那個 所以他想要回去讀replay嗎 那我只能說他還是洗洗睡吧 怎麼可能讓他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好像有點 主要是這個局面 我老實講 因為通常最近的比賽 我看到這種兩教室往前飄的 其實很多人後面還是先接一隻鳳凰 但是其實我覺得兩教室往前飄 對 後面接一隻先知 其實對重組來說壓力是比較大的 呃 其實應該講說就是 你兩隻教室的話 首先你把重組結束打亂了 重組可能會 第一個包子把可能會慢 第二個他可能會覺得農民已經被殺了 他晚點再補包子把 然後這時候先知進來會有個奇效 但是 其實這個先知的時間點 你什麼時候能進來 其實這重組都已經 你最強的重組 就是我們所謂的 比較頂尖的重組玩家 其實他都已經知道這個時間點 所以這先知其實那麼早過去 其實效益不大 而且你先出先知你會有個缺點 就是說 你沒有鳳凰 你沒有辦法阻止對面去偵查 你後面接的是三兵贏 還是三兵贏攻速的教室 或者是頭白球 你沒有辦法封他的偵查 對但是 主要是可能NIP他可能今天預設 就是他可能想要正 後面打一個是比較正常的 正常的套路 可能沒有想要放一個奇招去打Fly 所以他第一隻就接先知 但是我覺得這個先知等一下過去 應該會 應該有機會賺到蠻多東西 我覺得應該也是個兩三隻龍 兩三隻龍起跳 不過這個 他也沒有刻意去 就稍微繞一下 就直接過來 那Bly這邊就是 第一時間趕快後寵 要過去幫忙 NIP這邊選擇是一個 他接一個攻速的教室 然後Bly這邊跳二本 我覺得Bly要出刺蛇 那我覺得Bly 這個Bly應該是要走遠 因為這種跳刺蛇最怕的就是 你雙肩突然飄一波 八隻到十隻左右的教室過來 沒有攻速的教室都很恐怖了 何況是有攻速的教室 就是非常的 這殺傷力會非常的大 那這邊的話 來看一下 Bly到現在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放 這個操作 這個操作可以 抬的就很準 像我有時候鳳凰一過來把教室抬了 然後那 農民還在下面 農民還在下面 農民就死了 好那這邊 不知道Bly這邊有沒有感覺 因為 這個等一下 他要是家裡完全 哇這邊定到一大把 哇這超級尷尬 原來是一個喜歡被定的朋友 哇 這個 這個等一下 這一坨被定最 影響最大就是 你等一下第一時間出來刺蛇的量 然後 只有剛好遇到 對面是打這個 攻速教室的 這一個 這個戰術的話 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 看起來應該是要直接走遠 對面 而且我發現 而且Nib他這個人他很喜歡就是 前面先大概四五隻沒有攻速的教室 他喜歡先往前做一波壓制 這波他不會飄 然後呢 他會等後面的三隻教室上來時 然後那波同時帶著攻速 然後這樣下一波來這威力就很大 因為對面可能會認為說 你這四五隻教室 但其實並不是 Nib後面還有在補教室 不過看到Bly中間好像 有一坨狗 抱到一隻 抱到一隻 感覺沒什麼用 我覺得下一波過來 Bly會很危險 而且Bly現在家裡是全力在刷農民 這一波教室要直接往前飄 那這個的話 這個狗應該是 完全沒辦法阻止這個教室往前的 這邊 Nib這波攻速教室飄完 選擇要接一個 是一個不朽白球的一個打法 然後這邊 Bly選擇要走一個 刺蛇狗毒暴的打法 我覺得 這場的成敗就看這波教室了 因為這波教室 我覺得 應該是可以這寵徒 造成很大的殺傷力 看卡的怎麼樣 飛不飛飛 飛不飛 喔還定一個 哇這個好賤啦 哇這個 他這個地 你看他這些農民 就把這些教室全部保護住了 而且這個位置卡的真是很好 我覺得 Nib在飄教室這個造力上面 我覺得 跟全世界所有神主比一下 我覺得他一定是個 一定也是頂尖型的 這邊 看到Bly死了 死了八隻農民 而且其實不只損失這些 還有這些農民又拉來拉去 我覺得這場重圖應該已經 沒什麼機會了 從這場要贏太困難了 哇而且這邊先知還進來幫忙戳 Bly是一個很擅長打戰術的選手 所以這種選手通常都有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當今天對面的劇本 不是跟你所想的一樣 對面選擇一個壓制型的打法 就很容易會把你打出一個奇效 因為其實重組的這些 戰術型的打法 其實他都是有一定的流程 一定的時間點 只要你的這個時間點被打亂 其實重組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後面會出現很多的失誤 沒錯 可是我怎麼覺得這波刺責過來 看起來有點強 你知道他剛剛趕往上走 Nib這場就結束了嗎 Nib只有四隻在Gate校的高階勝好 這個趕快 Nib趕快把這裡的電池補起來 Nib現在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只要在家裡尾鎖住 然後BF下下去 然後閃電開始升 然後等一下不休 再白球再閃電 一波推出去 重組就倒了 因為重組這個經濟是沒辦法負擔 他爆刺的狗毒 爆這個需要消耗性的一個兵種 因為我記得我印象中 好像有一些人在打這個 前面是飄這種八字教室 八字教室的攻速的情況下 好像後面是接2VR吧 有些人是不是會接2VR 接2VR的好處是 你遇到就是這種 首先你遇到出蟑螂的很強 因為你飄到攻速教室 你很怕一個點就是說 你這波攻速教室飄過去 對面是出蟑螂的一個開局 然後你蟑螂他一吃掉 你教室直接反打 你很難擋 因為你只有單個VR 你的不休是不夠的 但是你雙VR的話 你會有個問題 像遇到不賴這種刺者狗毒暴 你爆很多不休者 其實並沒有什麼意義的 其實最主要 因為打這種刺者狗毒暴 其實神族還是要靠閃電去操作 對對對 其實打這刺者狗毒暴 神族比較關鍵的兵種其實是白球跟閃電 其實不休者的意義沒那麼大 不休者最終要這個坦 但是坦這個東西的話 當你白球過一個臨界點 你的攻防有升起來 其實 不休者的效益就不是這麼大了 這邊 冷靜稍微進來騷擾一下 喔 這個兩隻教室又要殺全雕了 我跟你講 八隻 點啊 七隻 這兩隻教室殺七隻其實也是賺翻 這已經賺翻了 這兩隻教室我跟你講 只要有殺到兩隻 重築拖一波農 這波就賺了 而且這邊 你不要跳航母了 跳航母 然後不賴現在家裡想要轉一波 這看起來是想要轉一波飛龍 可是 這個飛躺我覺得 我覺得 鬧不太到東西耶 這個 這個timing點我覺得已經有點太慢了 呃 我覺得主要是 他前面太虧了 他前面 我覺得這麼虧的情況下 重築選擇一個消耗性的兵種的打法 因為我覺得這時候重築應該選擇的是 走蹲地獸的一個打法會好一點 因為蹲地獸是一個LOE 他有機會讓神族 就是過來的時候 一波失誤 或是你卡到一個很好的陣型 其實你是有辦法翻這個盤了 但是吃著狗毒爆這東西就是 你的毒爆撞完就沒了 你沒有辦法蓄得出後面 而且最主要是你出蹲地獸 其實等於說給你一個時間上 有機會去跳出自己的三分 對對對 而且蹲地獸的東西是 就是你如果不交戰這東西就不會死 毒爆這東西呢 你可能你不小心 對人家過來 你不小心就被蹲一朵毒爆 然後你就會給他出更多的毒爆 然後你的瓦斯 你的金礦就泡在這上面 那這邊的話看一下 這邊神族的聖母劍正在加速 基本上 基本上打這種純粹的狗毒爆 你遇到聖母劍出來 是不是基本上就可以說再見了 呃 假如前面是 前面神族的優勢的話 這個聖母劍出來基本上應該算是擴大 基本上軍事跟優勢 這種就是 推出去就結束了 好那這邊 轉十字飛塔 看會不會有什麼奇效 但我覺得 並沒有太大的效用 而且這邊那個 這邊NIP這邊好像有感覺 不知道他的光炮是放在哪邊 他的光炮是放在礦區還是 就是做建築學 這兩個東西是有區別的 看一下 看起來這個光炮 看起來應該是 還有一些是放在主礦或惡礦的 喔 這邊NIP開始 喔 這個飛龍過去 哎呀先被洗了一波 喔這個閃電 電得很好啊 把自己農民都電沒了 再電 這個惡礦 有追獵 好沒事 這個飛龍基本上 你第一波進去呢 就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第一波進去 你沒有要插到任何東西 那這波飛龍就是 已經 已經是無效了 完全沒有用 他就是這10001000 就是輸在那邊弄好玩 對沒錯 你知道NIP現在還不屑 按鳳凰 你知道嗎 這主要是這個飛龍亮 因為他知道這個情況下 你不會再繼續續飛龍 而且現在他出了飛龍 他現在有個問題 NIP要來幹正面 這個 問題現在是這個正面 感覺重組 基本上是打不太隱成 等一下 我現在有個問題 我怎麼覺得NIP看起來不太好打 這個人口領先啊 不要緊張 哎呀他又在爆 他在爆 他在爆飛躺欸 他一直一直按 那這個就是打算要換家 可是 我覺得這個 而且現在NIP家裡有在 有在續鳳凰 而且還 還在提那個鳳凰的設計 你知道我現在想到什麼事情嗎 你說你的抬甘號 等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不要講這種事情 我們現在播的是 瓦倫西亞 好好看比賽好嗎 不要講這種東西 我現在想一件事情就是 等一下NIP這波正面 推出去嘛 如果他剛剛選擇 NIP選擇深追 然後之後呢 被刺的狗毒暴 抓了一波 然後不朽正面吃了 然後正面沒了 那這局勢可能就翻過來了 好 不過這邊NIP看起來 看起來也是沒有急著要推出門 而且家裡的鳳凰是持續在續 這個等一下射程一號 這些飛躺 這些飛躺基本上沒什麼用 對啊 基本上沒什麼用 就只會被追著打 沒錯 那這邊就要看 NIP後面那個鳳凰的操作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飛龍過來欺負這些追獵者 然後看到了一群帶著這個 射程的鳳凰過來 覺得人生充滿了絕望 這個是有帶紫光的鳳凰 沒錯 跟大家講的 也不算什麼小姿勢了吧 這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吧 就是 你鳳凰現在生了射程之後 他射出來的光是紫色 然後你平常是藍色的 以前我記得是沒有這個東西 對以前沒有這個東西 是在某一次的改版跟教室一起改的 對對對對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要改這個東西 好 好 那這邊正面 要嘗試性的 蟲族正面要嘗試性的推一波 最主要是現在這個神族的這個建築旋泥 那個蟲族要蟲就不剩好蟲 哇這個鳳凰 這基本上這個神族的建築的蟲族 是很難衝進來的 神族有電池有光炮 這蟲族沒有任何的理由是可以衝得進來的 這邊 毒爆要滾在嘴獵身上了嗎 這毒爆應該去滾農民喔 這絕對不會是滾嘴獵 嘴獵是最浪費毒爆的一件事情 他真的去滾嘴獵沒東西滾 他剛剛 我覺得不賴的操作還是有失誤的 他剛剛那個毒爆應該往三光裡面衝 他應該把三光農民滾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現在這個局面來說 對Nipper 對Nipper來說是 他只要穩穩的把他後面這幾台 這幾台航母出出來 然後正面打一波過去 不賴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什麼防守的機會 沒錯 而且我覺得Nipper 他這樣打的話 就是 他這樣打有個問題 就是說 我覺得他這樣打得太溫和了 其實他剛剛前面戰的這些優勢之後 他其實可以選擇 十兵贏的白球狂戰士 然後選擇做一波多線帶閃電 然後開試礦 他其實可以打得更有壓制性的 因為他 你看他讓叢族還可以出到這麼多的鳳凰 還可以出了這麼多吃的狗毒爆 我覺得 這是他可能會讓叢族翻盤的一個點 對 就是他沒有掌握到前面的優勢 利用這個優勢 因為前面Nipper這邊他其實是有一個小小的經濟優勢 他假如利用這個優勢 不是小小的 是很大的經濟優勢 很大的經濟優勢 然後利用這個優勢直接往前滾 不過其實 那個 衝突也很難打 對 喔這波毒爆 這個二攻毒爆 還是依舊非常的強力 鳳凰進來 不幫忙抬個後蟲嗎 抬一下 抬一下大哥抬一下 不是不是抬那個 抬那個比較肥的再射你那個 抬他 能這麼好的嗎 有後蟲不抬 喔把飛棒打了 把飛棒打了 喔轉轉轉轉 打掉打掉 拿起來 那這樣的 在這個情況下我覺得 等一下 要是真的又拖到那個 後蟲的局面 就真的還不好說 如果現在再拖個五分鐘 我覺得蟲族完全是有 紫本跟神族打正面 只要讓蟲族 哇這邊拉回來 拉鳳凰這個動作真的是 加減拉 人生第一次看到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拉鳳凰 不過 就是 消耗一下 消耗一下神族的單位 沒錯 那就是收養你知道嗎 一個都別想走 這邊的話 這邊不然在升空軍一防 我看好像有一些選手他都會選擇 選擇先提那個空軍的防 可是我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提供 我也覺得提供還是效用 提供去點那個航母我覺得還是比較強 雖然我覺得對現在這個局面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因為我看神族現在升三弓了 哇這個三弓 超級絕望 超級絕望 這是空軍的三弓 這空軍的三弓 這邊 NIP的正面要推過去了 這布賴的正面 基本上是打不過NIP的 布賴現在只能靠刺蛇跟狗 還有毒包拖時間 他不能讓NIP來打正面 他現在要獲取時間 但是NIP的這個決斷非常正確 正面先推 這個閃電墊下去 墊起來 好了好了好了 這個 家裡打不過正面也打不過 我覺得 布賴可以下一台 這邊這個後面的航母 點一下 點一下這輔飛 布賴這隻全線爆開啦 我覺得NIP其實已經有給布賴機會了 但我覺得布賴 他剛剛騎第一波飛龍有殺到 然後如果他後面選擇的 不是轉的是繼續轉飛龍 他選擇是去轉一些 更高科技的單位的話 我覺得他這盤是完全有機會翻牌的 好那這邊先恭喜NIP 拿下第一分 那等一下 因為這是BOV的比賽 所以等一下其實還有 打好打滿 是要打到 是要打無場的 所以看一下 FLY後面的那個戰術 會不會選擇一些 比較特殊的戰術 讓我們看一下 呃 基本上我覺得現在 P比Z啦 充足前期我覺得 能搞的東西真的 沒有錢那麼多 空頭被拔了之後 其實我覺得 充足能做的事情其實有限 他現在其實 神竹的 我覺得神竹的前期 甚至是比充足還要強勢的 因為 神竹現在多了光炮 這些打法 NIP也是會用的 而且 你現在覺得這個光炮 真的被放了 蟲族真的被放了 你有看到真的有守住過了嗎 有啊 瑞士守住了啊 我說已經 他是那種被直接 二礦被打掉的那種 然後守住了嗎 對啊 我們的瑞士防光炮 還是有點實力的 有點實力的 大家後面是接寵 蟲洞還是接飛龍 我有得忘記了 我記得好像是接飛龍 因為我印象中 我有曾經在那個 看 我有看過他是先接飛龍 然後再轉蟲洞 然後把東西全部運出去 那我怎麼覺得是那個神竹有點太弱了 怎麼會打成這個畫面啊 我也不是很確定 但是 就是你假如今天 蟲族真的被 這樣二礦被蓋那個 被蓋那個 被蓋那個光炮 你要想的可能 要跟以前的思路點 可能是不太一樣 以前我們會想說 轉蟑螂 然後 然後去破下面那一個 光炮陣 然後 再把它 再把二礦開下來 之後神竹補了一個 電池的單位 就發現這個火球砸不太動了 對 這個 光炮砸不掉之外 然後 他可能還在你後面 蓋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比如說 連那個 VR都也在前面 沒錯 然後這時候你火葬走出來 看到不休者後面還蓋電池 其實 那個 法蟲就是 Steven Hano 他這個法國蟲族 他其實有在展覽杯上面 有為我們就是展示了 蟲族一個新的思維 然後我們現在看比賽 那這邊地圖 來到了是16位人 右上角是 藍色的神竹 Nib 紅色的蟲族 Glide 我們來回到剛剛那個話題 就是 其實法蟲他有用的一個新的思路就是 神竹在二礦修了一堆電池跟那個 電池跟那個光炮 那我蟲族就剩二本 我下一個蟲洞 我在那邊開個基地 我把農民全部運出去 因為 其實神竹也是單礦的打法 神竹沒有辦法做出雙礦 因為他投資太多東西 在前面的電池跟光炮上面 所以 蟲族把這些兵全部運出去之後呢 其實神竹單礦的部隊其實是打不過蟲族 就是新的礦那邊的那些部隊的 我甚至好像還有看過 他是把運出去之後 然後他還提了一個一弓 然後後面全部 進戰了一弓 後面全部爆一弓狗 然後 因為神竹你必須要離開電池的範圍 然後你的正面是追劣跟不朽者 然後 你是完全打不過那個一弓狗 所以我覺得這個解法 大家現在可以去稍微學習一下 大家可以 就是給我們一個新的角度嘛 不然的話 像那些什麼 那些蟲族 天天 神竹這個光炮就這麼強 我絕對不是講那個 阿開頭那個 現在當戰地記者那個蟲族 這個光炮就這麼強 對不對 這個電池 這個不朽者出來就不會輸了 但是其實在 在那個 法蟲這個想法出來之前 其實 那個光炮確實 我也真的覺得有點無解 那個光炮確實 困擾了很多蟲族很久 因為像是在上一次的 W4S裡面 也有看到Snoot也被Mana這樣放 然後結果Snoot的選擇是 直接用毒號去解那個症 結果下去撞 結果發生什麼都撞不掉 所以你發現你毒爆撞完 然後你發現人家的光炮跟電池還在 對阿 所以這就是 大家可以稍微去學習一下最近 這些選手想出來這些新的解法 然後逆本這場 他這個16位元這張圖 他選擇風外面 你風外面有個缺點就是在於說 你會增加你的就是 增加被一波的風險 例如說毒爆一波 例如說蟑螂一波 例如說蟲族 可能會 刪開然後把岩石開了 然後選擇爬女王的這個戰術 他把建築物放後面會有這些缺點 但是他同時他負擔了這些缺點 他的優點是他的三礦 其實是可以 他三礦可以選擇開或不開 或他可以選擇假開 蟲族沒想到 從三礦這方面來判斷神族一些事情 對那 最主要是 這個 我老實講 這個你開二礦開外面 其實很容易激怒蟲族 對 他會覺得你這個 你這麼白目 這個裡面有一個 安全的內礦給你開 你不開 你偏偏要開外面 那我今天 看到這個情況下 有些蟲族就會生氣 可能就放你一波 沒錯 他就說 你現在是看我沒有是不是 你還開外面 暴雪就叫你開裡面了 你開外面 而且這邊看起來 不賴看起來 這一場應該是 有一些想法 因為他這個二本提的特別早 我覺得他要 蟲洞 然後極限蟲洞 我不要是帶蟑螂還是純暴 狗帶女王 但如果說他是選擇蟲洞的打法 那我只能說他已經一路好走了 因為Nib選擇是一個VR科技線 這個超級尷尬 因為通常我們打這個打法 其實預設神族加里斯 那個VS卡 對 那VS卡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 神族的地面部隊 是完全不足的 所以這一波過去 你在有後蟲的情況下 你是完全不怕 神族前面的陷阱 沒錯 然後Nib這個教師送了 我覺得會 對他等一下的局勢 判斷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危險 現在不賴他的心裡 在想要怎麼 我不知道不賴我們看到VR 如果他沒看到VR 他的想法就是 呵呵 教師送了 等一下我蟲都過去 你準備打雞 然後過去可能看到兩隻不停在等他了 不過這邊看起來 這邊 Nib的這個打法 後面是要接什麼的 Nib後面這個打法 他選擇一個人禁騷擾 然後他等一下可能直接選擇散開 喔 不然這邊就是蟲弄蟑螂 我們現在就看 Nib什麼時候發現的東西 如果Nib是完全沒發現的 還是有機會打死 對 而且這個人禁是第一時間 他要直接出門 要是這個兵刷在外面 他就只能recall 可是問題是recall回來 能不能守出來 兵都走出來了 能不能守住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Nib這場有點危險 因為Nib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蟲竹是要幹嘛 他現在認為 在眼裡是蟲竹 他就是震擾大 這就是Nib前面那個教師 操作食物 所以帶來的一個問題 哇 而且他這邊刷的是三隻 沒有提速的腳狂 這個沒有提速的狂彈師 等一下遇到 就在recall回來 我覺得 要守這個蟑螂 我覺得還是有點難 我覺得 喔Nib發現蟲洞了 Nib發現蟲洞了嗎 好像還沒發現 還在喘人禁喔 趕快出不朽啊 這邊來得及嗎 喔他看到了 趕快取消出不朽 我覺得 目前看起來 Nib有點危險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因為這個不朽者出來 這個不朽者 就是個 大大你知道嗎 而且他後面是有下電池 所以這個不朽其實 可以在那邊造成很大的輸出 這不來什麼才一點鳥蛋啊 這什麼 出來出來 我覺得Nib這場守住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這部隊已經是確定守住了 人禁回來了 追獵也有了 不朽也有了 對不對 你憑什麼打得過這種部隊 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因為這種打法 前期氣人吃緊 所以你根本沒辦法變虎張 沒錯 而且他這場Nib選擇是VR開局 其實當他選定VR開局之後 這場其實 遊戲基本上已經結束了 只能說 Nib前面沒看到 所以讓我這場遊戲 就是 增加一點懸念 這邊持續的 神族部隊這邊 就是持續的在那個 從台外跟你做交換 因為你這個 雜牌是沒有提速的 你根本沒辦法出從台 你一出從台就只會被白飄 而且現在 電池也起來了 不休者也成型了 有不休 有兵營 對不對 Nib這場 基本上是十拿九穩 這邊繞了一點口下去 其實我覺得 不來選這戰術 在張圖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只能說 Nib的運氣有點好 他選擇的是VR的一個打法 真的在這場選VR的 神族我覺得不多 對 應該講說現在VR的科技 現在的打法不多 現在主流畢竟還是VS 好啊 這邊還把你的後重反饋 這邊應該是要直接被玩手了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不來家裡又沒有三框 其實他基本上已經 可以算大肆一卻 沒錯 等一下不來 我跟你講他三秒內 會打出GG 來3 2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開始算 沒有 還等一下再開始算 那這樣子 因為我看到他在補農 我覺得他有點堅持 我覺得你直接說到這一場 他會打GG 我覺得這場他會打GG 這樣應該好一點 因為我看到不來 現在是個不輕言放棄的一個重組 不過最主要是現在這一波神族 要是直接往外推 這個重組是完全沒有折手 這已經完全沒有折手 100%沒有 好那這邊 他選擇下飛龍塔 他現在其實我覺得不來做這個選擇 也是非常正確的 他現在只能 賭定Nib不會打他一波 就賭定Nib在家裡為所 開3框 放手 但Nib選擇一個進攻 他這種情況 他就算 你用這個經濟量去 蟒蟒 你也不可能蟒得贏Nib的這個證明 沒錯 你現在重組 除非這些 這三隻蟒蟒是大牛 我覺得大牛都不一定打得過 我 我覺得大牛沒有這麼強 以這個不朽 以Nib這個不朽量來說 我覺得大牛 那我問你們 現在給你三個單位 讓你重組任何東西 你只要不要跟我講凱莉根 就是英雄單位 我覺得都是打不過的 我想不到任何一個單位的東西 就給你三條牛 三條大龍 我覺得應該都是沒什麼用 都沒有用 那這邊 Fly家裡還在變火葬 這個要直接被打掉了 這個Fly這邊 應該是真的要退 這個已經打到臉上 這是已經沒什麼機會了 這邊持續冷靜用操作 不行Nib Nib拿下第二分 我覺得Nib拿到Nib2比0 我還是比較沒有太大的一分 因為畢竟這兩個 我覺得這兩個就實力有差 加上Nib的P比Z 我覺得現在是全世界的神族風 當然啦 現在全世界的神族 我先把Has這個人排開 Has這個人 我們先畫一條線 我們先把他排圖在外 我覺得全世界P比Z 最好的神技就是Nib 那假如把Has算進去 Has算進去了 Has算進去了 對不對 那Has不是1就是2 不是1就是2 我只能講這句話 看Bly現在這個臉 我的媽呀 正常打打不過 放大招力打不過 我到底該怎麼贏這個遊戲 他現在人生充滿了絕望 現在我覺得是Bly他其實 他的這些打法啦 他這打法其實 有時候真的是 我老說 重組這種打法 有時候吃一點運氣 運氣成分有點重 沒錯 因為你假如剛好 像剛剛這一場 遇到一個這麼客製的開局 你真的是一點機會都沒有 而且Nibb還是前面先送一隻教室 然後人進到你家 我才知道你要存動一波 這我都擋得住 那你已經沒話說了 你這就是 這戰術就是不可行 就是在這一場 Nibb選擇一個VR的開局的情況下 他基本上是完全取不到任何作用 沒錯 你看他已經 Bly已經被打到分白眼了 我覺得說他現在人生很絕望 那你覺得他等一下會用跳著下去 他等一下 他等一下應該是 等一下上面有兩個工作人員 拿著架子把他抬下去吧 是抬下去了嗎 應該是抬下去 然後這邊 看 我現在只要看到那Nibb的加油版 因為我們上去奧斯汀嘛 發現一個很好的 很有趣的一個觀眾就是 他拿著板子上面寫著 Nibb Fighting 然後這Nibb掛了 他就把那個Nibb畫 那兩個字上面寫 Snoot Fighting 我好像有看到 好像那個導播好像有帶到 那這個 看起來 這個觀眾在現場操縱比賽 沒錯 他那一個是死亡筆記板 沒錯 他只要寫上去的選手 沒有一個不敗倒在他的板子上面 可以可以 我已經看到我們戰地記者Race在現場了 我現在我很期待 還跟我們戰地來個現場連線 現場連線嗎 好 那地圖 來到的是第三章 這是失誤招領 在地圖左下角是藍色的神族Nibb 來自於美國team戰隊 在地圖 右上角是紅色的神族Blyb 對 剛剛好像看到Blyb 攻兵拉的點 拉的時間點有點奇怪 他這個 他感覺這個是提早 因為剛剛我發現Nibb 他第二盤他選擇一個水晶探路 所以呢 Blyb這盤他怕再被封一次 所以他這場先選擇可能 其他能放大招嗎 他好像是要再多演一個礦 那 這個的話 就要看 不過這個位置 不是他怎麼會是裸三的開局 他應該先下狗子吧 沒有這個叫演戲 他演戲嗎 演得很像 演得很像我們家裡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其實等一下 但是其實等一下我覺得 他蓋主堡啦 直接蓋二礦嗎 他算過了他來蓋Nib主堡 他選擇蓋主堡的一個開局 而且這樣這場有點剛剛 因為Nib這場剛好 他剛好之前 前面好像是沒有拿農民去偵查 對 好像沒有看到叢足家裡面有 Nibb也拉太多農民了吧 Nibb拉這麼多農民 我覺得Nibb在前面已經虧了 因為叢足家裡是裸三的一個開局 一般 因為一般你打這種主堡 你的目標就是 不要讓他血增加就好了 沒錯 所以大概拉個 我記得是六隻 你一開始先拉四隻 然後你拉四隻開始焊 然後你當他發現快蓋好的時候 你會有隻狂亂出來 再拉兩隻下來 總共六隻那時候 你的主堡是不會好的 對 而且他剛剛我看這個量應該是 直接拉了大概十隻 快十隻 差不多十隻 我覺得Nibb前期這個博弈已經虧了 然後這個瓦斯還被封到的話 那就更虧囉 前面 前面這樣子的情況下 等一下Nibb可能就要 這一場就是完全 變成走在布萊里的節奏上面 沒錯 那這樣Nibb可能就要好好想一下 他後面要怎麼 因為這個瓦斯被封其實影響真的很大 後面所有的科技都會慢 對沒錯 而且神毒現在是 他會有很多錢 但是他沒有辦法 沒有地方可以用瓦斯 現在看一下 Bly瓦 這邊Bly還很快的開一下自己的三礦 我在想一件事情 但Nibb這個VS蓋好 會不會沒有氣出空軍單位 我覺得很有可能 我覺得很有可能 他這個氮氣踩到這個VS好 我看應該頂多 會有100瓦嗎 看 我覺得他還在按教室 我覺得他等一下可能 瓦斯 我不確定能不能按得到先知 而且 而且他現在為了 我覺得他現在好像是為了等這個VS好 然後先出一個東西 他連空門都沒按 他到現在空門都還沒按 因為這時候 你其實按空門的意義是並不大 因為你首先 你不太可能去走一個 就是教室前壓的一個打法 因為教室前壓 只要從頭真的拿得到 從頭先選擇暴兵 那你這個教室前壓都並沒什麼用 這邊Bly瓦 反應很快 我最近看起來還是要死一隻 這邊Bly瓦 因為他前面是選擇一個 裸山的開局 然後第三個基地蓋人家主堡 所以呢 他這個狗屬基本上是 沒辦法數字的教室 他只能選擇變這個 就是變建築物 然後來阻止教室 來就是殺農民 不過這邊Nib的第一隻教室 還是送掉了 沒有Nib這個教室 送我覺得還好 因為他讓蟲竹變了三個 首先他讓蟲竹變了三個 那個包子塔 那我覺得這個還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還是 他就失去了那個偵察的 偵察的作用 因為其實這個教室 要是能夠 能夠活下來的話 其實可以在外面偵察很久 畢竟這一場 蟲竹的狗速其實很慢 嗯 我覺得其實還好 因為主要是 蟲竹是個裸三的開局 首先他這裸三開局 他氣體非常慢 他不太會選擇毒爆一波 然後爆狗這東西 要把神毒咬死 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是不太現實 所以呢 我覺得 剛剛Nib這個教室 選擇多殺 我覺得這是沒有錯的 我覺得 而且感覺Nib這邊 後面是不是要直接 全部走空軍流 他的空門到現在都還沒有按 他是忘記空門 他 直接下了第二個VS 那感覺這一場要直接 直接走一個黃金艦隊 他要直接開飛機了 那這一場 這個 這個時間 4分 現在4分22秒 我看至少可以再打個15分鐘 15分鐘應該沒有問題 我覺得 Nib要選擇暴風嗎 然後這邊 看起來是選擇一個 看起來是選擇一個 那個 那個 應該可能會選個 跳刺蛇的一個打法 閒子過來 先戳一點 加減戳 看到Bly在地圖 左半邊有一個 有大量的狗往那邊 繞過去 不過原則上 Nib家裡的 二礦口的防守應該是沒有太大的 欸 被勾出來 有點危險 我覺得Nib沒有升空門 我覺得他等一下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這個三礦開不了 因為首先他沒有 你看他現在還在按空門 然後這叫是包的完了 這三礦 這個三礦真的是不用開了 因為 Nib家裡只有鳳凰 我覺得這盤Nib 不太好打 他現在只有這個先知可以開三礦 但是 你的狗就放在三礦那邊 然後呢 你看 Bly現在還是選擇虛狗 他也知道Nib現在是還沒空門的 他知道是有問題的 而且 而且最主要是 他後面這個狗一直過去 你那個工兵你只要一出去 基本上 第一時間 衝出只需要去A你的那個工兵 而且你也沒有其他單位可以A 所以那工兵基本上 一定是出不去的 我會被咬進去吧 我覺得Nib應該還是 還是不太會犯這種事物 這種事物大概只有我會犯而已 後面 大量的狗又直接往Nib的三礦過去了 Nib現在選擇直接接一個暴先知的打法 Nib應該是已經知道蟲子是要走刺者了 然後現在沒有空門的情況下 他沒辦法選擇轉一個地面型的打法 所以他只能選擇用先知來跟蟲子 來跟蟲子做抗衡 那現在 喔這個我看到Nib的二礦口好像 有點在著火的情況 燒起來了 一直燒起來了 導播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那個啊 看起來 家裡是守住 那這邊 這邊稍微賺了一點的東西 我覺得不太這坨狗 我覺得剛剛咬那二礦口 其實有點送 有點送 我覺得他放在那邊 他只要讓神主開不了三礦叫 我覺得其實他沒有必要 出去跟神主硬拼 因為你硬拼畢竟是不賺的 你等一下要打的是一個刺者的打法 這狗還是需要留意 最主要是 你知道這個神主現在應該是 至少是兩個VS在爆空軍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其實是很需要這個三礦的器 喔這狗進來了 看到Nib選擇轉回一個地面了 那我覺得現在寵徒最好的選擇 是他開始爆刺者 然後他選擇把毒暴蟲下去 他打一個刺者狗毒暴的一個 timing push 我覺得這是現在寵徒最好的選擇 然後你看寵徒現在已經開始選擇 接狗了 但是我還沒看到像毒暴蟲 但他放了4基地 那我看來他還是想要打魚 可是其實我覺得 這個情況就像你剛剛講 其實我覺得打一波 這個timing點打一波過去 應該是現在不太最好的選擇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他現在這個農民樹 你再刷起來我覺得也沒有到 就是你前面的那個 前面那個狗在幫你爭取到的時間 我覺得優勢就又會拖回去 沒錯 然後Nib這邊 我覺得Nib他現在做的這件事情就是 他已經在思考重組打一波他該怎麼辦 這就是 你從他這個下引刀卡的動作就給判斷 他已經知道就是對面在 對面如果打一波我該怎麼做 他要用這個鳳凰把這個人的對面的劍條龍打光 然後想用引刀來走 但其實對面並不是要打一波的 哇那現在 現在最主要是這個鳳凰很尷尬 那個 Blind家裡是完全沒有東西可以去限制這個鳳凰的 他整個後床 後床最主要是他爬的速度才辦 所以你要外面王總被清掉的情況下 你沒辦法第一時間去支援你的礦學 沒錯 我覺得Blind現在選擇打玉影的話 他會給Nib把黃金劍偷出來 我覺得 這個局勢 如果現在在不打的話 我覺得局勢會慢慢請上帝 可是我覺得現在打過去好像也已經 也沒什麼機會了 最大問題是這個刺捨出來 會不會分開抬掉 沒錯 而且你刺捨沒辦法 很難就直接平安無私的走到神豬家裡 好那這邊 我真的覺得這個四礦真的有點雷 他剛剛要是不開那個四礦 直接選擇正面抵破 他應該就贏了 而且 哇這邊很尷尬 剛剛還要第一時間先把那個卵炸掉 然後Nib這邊剛剛反應也沒有 也沒有第一時間反應到 不然剛剛其實可以先抬一隻刺身 沒錯 Nib現在還選擇開四礦 或者說這個人膽不有點大 他看到重組四礦 一隻農民都沒有 他敢去甩四季地 不過最主要是這個鳳凰 他這個鳳凰在前面 一直在限制重組的 那個視野跟他出門的timing點 沒錯 這邊重組感覺真的 要慢慢跟神豬打了 那我覺得神豬這個黃金劍隊出來 又是要把重組輾過去的一個節奏 而且我覺得 這邊 這邊那個Bly感覺是沒有 沒有感覺到 Nib後面還要再轉回去黃金劍隊 因為他還在提那個 地面的近戰異攻 因為這場你假如要遇到這種情況下 你應該 你這個真的要提 你應該是提那個 遠程的異攻 沒錯 他現在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他剛剛那波狗進去 他看到Nib是 停VS產能在轉地面 所以他現在在Bly的世界中 因為Bly現在前面 也很難看到什麼東西 他只看得到一些狂戰士 所以在他眼中 Nib的打法 現在就是要轉回 地面型的不朽白的閃電 然後結果Nib竟然在跳航母的 那等一下這個航母 會對Bly造成很大的威脅 而且最主要是 這個timing點 喔這個鳳凰 這個鳳凰 這個鳳凰 還是不能送的 呃 是兩台 好這波是Bly最強的timing 這波我覺得很有機會喔 這邊只有兩台航母 Nib想選的手四礦我覺得有點危險 我覺得 可是 Nib三塊也沒有防守建築 我覺得Nib 這一盤 目前看起來是有點危險的喔 最主要是這兩台航母的小飛機 被倒掉的速度太快 喔這個立場放的還可以 喔這個立場放的非常好 這毒爆已經耗完喔 毒爆直接撞電池 把電池撞了好 這次的台 等一下 哇那這一波防守珠應該是沒有大問題 然後先知過來好 守住了守住了 守住了 那我覺得這一盤Nib基本上已經 大局一定 因為最主要是剛剛Bly這一波推出 他其實是 這一波推出來之後 他才又刷了一波四礦的龍 沒錯 在這樣的情況下 Bly其實沒有太多的余錢去 再去續第二波的龍 而且Bly現在有個問題是說 他只能繼續爆刺者狗族爆這些 質量不高的兵種 Nib選擇是開航母這個打法 這個航母這個打法會隨著神族的 會隨著時間的話 他質量只會越來越高 你如果還是選擇同樣這個質量的話 那你當今天是200打200的時候 你絕對是打破神族 那這邊 赤蛇 稍微來做一下騷擾 先把電池 電池點掉 你剛剛沒有看他兩個電池在護奶嗎 剛剛那畫面真是可愛 要是不護奶 我看那兩顆都掉了 沒錯 這波Nib還是也有點危險 女王都帶出來了 這個女王是很強的一個肉盾 因為首先那個女王如果說 你不可能去控制航母來打 就是打刺蛇 你很難控 所以呢 你一定是讓那個 航母去平欸 然後如果航母的小背地打在女王身上 那刺蛇就瘋狂出出 剛剛這邊 Nib用一個漂亮的立場 把這個毒道蟲幾乎是 那個傷害 減到最低 我覺得剛剛 那個Bly他選擇分一刺蛇雙線 我覺得是一個 不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你分那個雙線的話 我覺得他反而是給神多機會 讓神多兩邊吃 因為現在對Nib來說 最大的問題是他這個航母 續的數量還不夠 他只要順便刺蛇的數量一夠 只要瞬間把你的小飛機全部秒光 那其實那個航母是 沒有辦法造成太大的輸出 你知道這個Bly已經績效了嗎 他按了十幾隻腐化 還是Buffle 我覺得這盤Nib應該是已經輸了 這盤Nib像沒有任何東西 可以解決這頭部隊 他把這頭農民拖出去 這波除非可以完美手吧 看能不能全肩 如果說這波能全肩的話 我覺得神多還是有得打的 好那這邊 這個撫飛 再點 點航母啊 撫飛 點航母 這個撫飛現在過來 就是讓航母交罷了 好 這邊恭喜Bly 搬回1分 2比1 我覺得還是前面Bly 那個戰術 我覺得打到 加上Nib他 選了爆鳳凰這個打罷 然後我 真的覺得他那空門就是忘記了 而且他中間 其實我老實說 他中間的鳳凰其實送了蠻多波的 他要是中間鳳凰沒有送那麼多 其實剛剛那個 Bly這邊第一波推到他四框裡面 他的鳳凰應該至少是有八到十台 對 可是剛剛我們可以看到他在交戰的時候 其實只有四台 四台左右的鳳凰 那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正面你 假如你 你台十隻刺蛇跟你台四隻刺蛇 那個輸出是差非常非常的多 對 沒錯 而且第一波其實Bly還是有換到一些東西 主要是Bly還是用經濟把Nib打死 就是他用經濟的優質把Nib壓死了這樣也是沒辦法的 因為Nib畢竟跳好猛 他也沒有任何的辦法去跳高階 因為他畢竟前面還是虧了 最主要是 就是他前面 就像你剛剛講 他前面選擇那個 就是因為沒有空門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地面部隊很少 然後 他又選擇出鳳凰 然後Bly這邊只需要爆一點狗 他其實就可以很有效的去阻止Nib的散開 而且NibBly還不是爆一點狗 他是爆一堆狗 但是Bly這邊也有一個失誤 是他狗去硬咬生出的惡礦 因為那些狗要是能夠好好的保存下來 是絕對可以在多拖延Nib的散控 我覺得至少可以到30秒到1分鐘左右 沒錯 而且我覺得 主要還是不在後面選擇是個跳刺蛇打吧 如果在後面選擇跳蟑螂 那可能還沒那麼難打 但是他後面選擇跳刺蛇 那我只能說NibB的開局就是被玩爆 就是這樣子 不過總歸也是前面那個NibB 他其實也是第一時間去防守那個 我覺得NibB前面防守那個主堡就虧了 但是打到中間 太多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打一打 好像沒那麼虧的時候 NibB的空本沒暗 這件事情真的是太刺激了 那現在來到第四排比賽的地圖 是紅移 地圖左上角是藍色的神族Nib 喔? 竟然會放出這張圖啊 地圖左下角是紅色的蟲族Bly 我以為這張圖只有Hands會放出來 不會啦 打BO5你要想一件事情 你只能一人揹一張嗎 你只能揹一張圖 蟲族不會把這張圖BEN的話 那你只能揹一張圖 你黑暗聖殿跟一張圖 你要選哪個圖 那可能還是揹黑暗聖殿 然後下一場黑暗聖殿就出來了 剛剛應該會不會還有一張 應該是 我猜應該還是有揹一張 補夢王吧 因為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有可能 我們還沒看到 我們強酸看過了 對 我們還沒看到戰役高昂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戰役高昂 強酸 黑暗聖殿 沒看到 沒有 我們現在剩三張圖 對 就是那個 補夢王 然後 黑暗聖殿 跟戰役高昂 這三張 那我覺得比較有可能 就是不來把補夢王BEN 因為其實補夢王 對有一些 對這種打戰術型的主要來講 其實有時候 主要是你前面那個時候打掉 你要硬去衝三礦的那個口 其實也不太好穿 發現你到底要走上面還走下面 就很尷尬 好 尼伯這邊 把這張圖放出來了 那我覺得 不然應該會搞事情 但是尼伯的話 我覺得尼伯應該會走一個 白球的一個開局 因為我上次 在奧斯丁的時候 我看到他這張圖跟Nurture 兩個人在打 他就是選擇一個 白球六兵的一個前妖 最主要是這張圖他能夠去 就是 因為他主框後面 還有一個黃金框的地方 你人靜在那邊 假如能夠在那邊刷兵 其實是一個很 我覺得算是一個 還蠻無恥的事情 你在那邊刷一刷 然後直接走上去 還可以直接衝到人家主框裡面 不要緊張 你這樣讀的人 你就刪開 然後你就爬女王過去 你火蟑螂 打到我正面十五 也很快啊對不對 也是啦 我覺得 你應該要 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 你不是一直玩家 你肯定是玩開運就好 但是我覺得 他們選手肯定都會是 研究地圖 哪個地圖什麼戰術 是比較好用的 什麼地圖的打法是比較強勢的 他們肯定會去研究這些東西 那這邊 立委選了一個 VS開 然後估計要兩教室的前壓 然後不來到現在也沒三開 不是他選了三框 放黃金框還是放普通框 這兩個 喔 普通的 那 主要是這個黃金框 我多少說 你看這邊真的是有點自虐 為什麼 因為 這個點你不覺得 後面隨便來個教室 或是先知很早得到你 其實這個框 是很難防守的嗎 我覺得還好吧 你前面先 你前面先爆個幾條 你先爆個十條狗 神豬那邊也不能放兵啊 我是覺得真的 開那邊有點 也不是很好防守 你爆個十條狗 你換一個 開黃金框 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 那假如這時候突然神豬來一個 來一個轉打法 突然來一個人禁 然後裡面再掃蜜 把你這些口隔著 很難吧 我覺得 我覺得這還是重組 有辦法增打得到的 這張圖 我看歐服的重組 很喜歡選擇一個 暴女王然後出蟑螂的打法 因為暴女王出蟑螂的優點是在於說 非常的穩 神豬很難有一個rush 有辦法打得到這個重組 但是缺點是他這打法太吃他的 就是太拖他的經濟了 他這打法經濟會很差 不是經濟差 就是科技很差 只有這兩個選擇 所以這張圖的話我覺得神豬選擇 神豬選擇 神豬選擇打一波很厲害 所以重組選擇了暴女王這開局 然後暴女王這開局的話 因為夠近所以重組 可以隨時準備做一個反打 來這邊看一下 這邊 那個Nib到現在還沒有放科技技 他是先 BG先補起來 他好像走一個三兵營 然後補了兩氣 那 欸 他這邊 感覺要搞事情喔 Nib 這邊不然我覺得還是要走一個刺者開 我覺得應該會是走一個刺者開 沒什麼問題 那這邊 就要看後面 這個Nib後面到底是選擇什麼樣的打法 這邊我現在比較好奇Nib想用什麼打法 因為Nib這三四七開得很快 噢 他現在下了VR 那很有可能是Nib選擇走一個最穩的打法 就是兩隻先知然後帶教士 然後等一下可能教士先往前飄一下 噢 這個VR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真的 要是今天真的被爬後 爬後 真的被打蟑螂一波我只能說 一路好走 一路好走 慢走不送 下一盤了大哥 我怎麼覺得看起來有機會2比2 因為現在Nib這個開局是 有點 呃 看這先知吧 看這先知能抽多少 如果能抽到蠻多的話 那還是有的大 噢 這邊有機會 不然這邊失誤有點多 他這邊沒有下這個包子爬也沒有主容 我覺得這邊失誤是有點大的 Nib這邊選擇再走一個VRVC 那等一下Nib應該會 Nib應該已經也知道 蟲族是要選擇一個爆刺蛇的打法 所以呢 他這邊先選擇一個VR 然後等一下生一個VC 然後用體速狂白球 然後來擋這波蟲族的刺蛇天鴉 這邊 這個狗怪 想到 怎麼沒有東西 怎麼被繞進去了 那這個 有點尷尬喔 Nib看起來今天狀態也不太好 難道要2比2了嗎 好虧好虧 狗在往上 狗在往上走 跑上去 現在Bly只要不要按 一直按兵 等一下狗爆完按刺蛇 我覺得這盤Bly基本上是10拿9穩 現在Nib太虧 Nib剛剛 Nib這個打法的好處是說 他可以給重組很多壓力 他可以讓主動存在你手中 但是缺點是 你不能有任何的失誤 你只要有一處失誤的話 你會變成連環的效應 主要是這一波教室他也沒有帶攻速 所以其實 重組正面 你只要 你只要一包上去 這個教室很有可能是全部直接送的 沒錯喔 而且你看Nib這個教室操作也明顯失誤了 它是 教室都是分開走的 哇 而且這邊Bly還繞了一波狗過去 完了完了 我覺得Nib這盤 武器要死定 卡一個位置 再往裡面飄嗎 這教室位置Nib本還是卡得非常好 Nib這個飄教室我覺得 還是很有實力 這邊Bly反應很快 第一時間就把農民拉走 目前 目前都還算比例交換 沒有死到什麼農民 這邊 開始點農民 這個7點這農民已經不重要了 現在重點是 Nib本怎麼擋得住 Bly下一波這波反打 下一波Bly這波是帶毒爆的 你不可能只靠提速狂來打 他現在Nib要有辦法做出白球 他才有辦法擋得住這一波 或者是讓Bly 中一發大的禁止力上 但我覺得 中一發大的禁止力上 這還是不太現實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邊 這個Bly這邊 其實我覺得 他的毒爆滾出其實也不用提 他就是直接 這一波 這一波資源直接往前面 然後 毒爆用走的我其實覺得 都打得贏 應該講 Bly還是想給自己留點後續 我是這樣覺得 因為他BG 你看他還是開了私基地 他才52隻農 他才開了私基地 其實我覺得52農 你這種打一波 你開這個私基地 真的有點 有點意義不明啊 因為其實你就算開了這個私基地 你也沒有那個經濟 你也沒有那個 你也沒有那個農民樹去採那個礦 沒錯 他這個基地就是拿來 爆兵的一個基地而已 你看現在這重帶已經鋪到半場了 等一下這個刺蛇跟狗毒爆是 非常恐怖的 Nib到現在 還是不敢刷農 你看Nib現在才52隻農 那你知道Nib現在有多少 Nib本現在就覺得對面 他一直在想要怎麼防住對面這一波 最主要是這一波 這波真的是一個重組的機會 但是Bly都沒有去選擇 這樣直接推過去 沒錯 Bly打的 我覺得沒有到非常的果斷 我覺得 其實剛剛吃完那波教室 他其實可以直接反打 對 而且最主要是 他 後面先爆了一波兵 他家裡其實已經守住那波教室之後 他又爆了多爆了很多兵 然後再選擇又刷農 然後才又爆兵 沒錯 這就是一個 我覺得流程上選擇很奇怪的一個部分 沒錯 而且你看他給Nib本拖出了這四個白球 如果他 貪命提早去個 一分鐘來打 Nib本是不可能有這個白球 然後重組 還是有毒爆 只差在重組沒有這些滾術而已 有滾術 但其實這滾術意義並不是很大的 因為最主要是 剛剛那個情況下 狂戰士有衝風狂的情況下 他只要往前衝 沒有空好他還是會撞到那個毒爆 而且我怎麼覺得 布賴過去送了這一波 我覺得Nib本這波推過去有機會 現在布賴是沒有毒爆的 而且這樣毒太近了 不知道毒爆變不變得出來 喔 這個雙線還插起來完了 我覺得布賴 危險 要走遠阿 而且這人口是有點落差的阿 我只能說布賴剛剛選擇 選擇去點3D這件事情 用這波毒爆去換3DD 他 不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他這個動作 他把他毒爆換了 所以讓神族的狂戰士 基本上是可以一直輸出的一個狀態 這邊看一下 這個刺蛇佔一排 輸出還是很高 不過狂戰士解決不掉 又衝了上來 阿有沒有冷靜阿 怎麼沒有冷靜 冷靜在主況哇 這個主況已經爆炸了 這已經大勢一去囉 我覺得這盤不太輸了 完全是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他這盤其實 首先像我們剛剛提了 他有很多的timing點可以去進攻Nib本 他沒有選擇這個東西 他選擇的是一個 應該講說 Nib本只有幾種可以獲勝的方法 他讓Nib成功的拿到那幾種獲勝的方法 我覺得這是 Bly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最主要是 剛剛那一波教室吃光之後 其實Nib家裡真的是 沒有什麼 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看應該是一隻或兩隻 一兩隻不朽 然後配上 頂多是一輪的衝鋒狂 沒有可能連衝鋒都還沒有 我記得應該是快好 推過去應該是快好 對對對 那這邊 Bly這邊礦都被拆光了 然後他第二個比較大的食物 就是在於說 他那波毒爆去換那個基地 我覺得這不是個很明確的選擇 因為 第一點張圖太近了 張圖身珠翻大也是很快的 你毒爆去換這個東西的話 你第一點你需要很多的經濟 第二點你需要一個時間 張圖Nib不可能給你時間的 Nib是個非常厲害的神圖 他知道你這波毒爆換完了 是他最後的機會 因為他不可能再跟你平經濟了 所以我覺得Bly剛剛做了這兩個 比較關鍵的食物 讓Nib有辦法取得這場比賽的勝利 好 那這邊 Bly目前還在死撐 這邊 看來是不撐啦 直接打下GG 恭喜Nib3比1 打下這一場的勝利 我覺得Nib這個獲勝 還是在我們的意料之中 但是這個打的內容 我覺得 並沒有他去年都是全勝時期 我覺得 打起來那麼好 因為他去年全勝時期就是 你會覺得這個人 在飛翔賽區就是 很恐怖的存在 台銘點掐得準 該進攻的時候進攻 你就很難找出他比賽有太大的失誤 但是你看他今年的比賽 明顯有打得比較 就是打得比較溫吞 然後或者是打得比較柔 或者是 有些就是 小操作上面沒有去年那麼犀利 所以我覺得是他今年沒有來的 飛翔賽區稱霸最大原因 就是像剛剛第一場的那個 強酸工廠嘛 強酸工廠那張圖 他前面其實是有一個 非常巨大的優勢 有優勢的情況下 他沒有選擇 直接往前推 反而是給不賴一個機會 去歸出自己的部隊 我們這邊先聽一下 尼布的勝者訪問 尼布的勝者訪問 主持人會是對我沒有選擇 尼布的勝者訪問 我今天沒有選擇 非常非常準確 好,如果你是可以拘捕擾到他,我看到他在上的伙子上有很多托挤, 所以,你觉得如果可以拘捕,其他可以拘捕是什么? 一定是,如果我可以拘捕,我可以拘捕了他,他可以拘捕了他在所有的托挤上 所以,我们看上去的比赛费会,因为那会会的目标,要看上去 所以,我们下期会到那些,我们回到我们的战时, 好,那這邊這個會戰就是剛剛 Light其實沒有處理得很好的那個會戰 他的獨爆蟲其實應該去換那個神族的農民其實會好 雖然我覺得他那盤那樣換也不會 也應該不會影響那盤遊戲的聖果 但是我覺得還是能把能做得更好 才有機會徵求翻翻點 那這邊,最後這一場我覺得是Blight 我覺得完全是Blight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有兩場,還有不只最後一場還有在前一場 其實Blight都是有一個機會去做一個timing push 他用刺蛇狗這樣推過去其實就有機會直接把遊戲結束 但是他都是選擇 他選擇一直都很奇怪,就是他都先爆了一波兵 給我們一個他要推過去的假象 結果他沒有推,他又多補了一波農民 然後變成你這一波兵前面爆的是完全沒有用 然後你前面經濟,因為我看他大部分都挺50龍左右 那50龍其實對蟲竹來說是一個很不健康的經濟量 其實50龍應該講說蟲竹是進攻夠的一個能 就是一個能量 但是呢他並不是一個可以讓你打持久戰的一個能量 對,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你就是變成你後續的兵力會不太夠 沒錯 然後Nib掌握到了這個機會 然後你剛好又來多送了一波兵 Nib掌握了這個機會直接反推回去 直接把你帶走 好,那等一下我們這邊看到的是 下半部第二場的比賽是由我們的 Claim喔 天才 法國 法國 他也是16歲 法國天才人組 Claim大戰 Showtime 這場比賽大家不要覺得Showtime不贏 上次 那個叫什麼 奧斯丁戰的小組賽 Claim就是把Showtime打死 晉級32強 對,那 可以看一下Claim這邊打 因為我印象中Claim打 我看比較多的是他打重組的比賽 他打重組我對他印象沒有到 就是他有一些細節上處理還沒有到那麼好 但是想必他能夠打贏Showtime 一定是他 可能是他打神族可能特別得心 你怎麼不說是光頭從兩隻手射擊 變成一隻手射擊這件事情 這個 確實這個也是影響很大 不過其實還是 因為其實PVT在前期其實有很多 細節上的處理 沒錯 你假如沒有去注意到 其實神族是有很多的機會 是可以一波幫你同穿的 沒錯 而且我覺得Showtime的PVT 是他最不善哪一個對抗 因為PVT是一個最不能 往死裡去死憋的一個組合 因為大後期 因為主要就是兵種機制的話 讓神族是不能只在家裡死防守 然後加上Showtime的風格 是一個非常穩健 非常防守的一個風格 他的進攻其實並不是特別的強 所以這導致他長年打踢會有一個很大的困擾 就這原因 對 因為其實我們對Showtime的技術印象 就是他打得比較龜 對 他就是想辦法把自己的部隊憋成型之後 然後再跟你做一個會戰 但是問題是 當兩邊的部隊都憋成型之後 其實神族你在面對到人類這種大後期的部隊 其實操作難度上是相當的高 沒錯 因為不只是暴風劍還有閃電 然後你可能還有 可能有時候 有時候你部隊也沒有混了一點烈光球 那其實在這麼多魔法 就是你需要去釋放技能的單位的情況下 其實神族的操控難度 老實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沒錯 而且其實像我們所說的打人族 我們認為打人族很強的神族 基本上都是進攻欲望很強的 例如經典神皇 Classic 世界第一PVT 我們這樣稱呼他 因為他的進攻欲望非常強 其實進攻性很強的神族 打人族才會強 因為人族也是一個進攻性很強的種類 但是他的防禦 有時候其實會有很大的漏洞 這是人族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人族一出門 你只要人進去刷一輪兵 常常就是人類崩盤的開始 就家裡爆炸了 所以這個PVT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神族打的主動點 肯定還是好打的 但是 show time的風格 導致他的PVT 我覺得 打得不是特別的好 好 那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就開始進行下半步 第二輪的賽事